詞曲 李宗盛 简文秀以一席紫色典雅服裝登場 特地現場就是要為 台灣文學家黃春敏的理想站台 白果樹 紅磚屋 來到這裡的小朋友 聽故事 看電影都不用錢 黃老師雖然生病 但是我願意永遠支持他 這是很重要的 去年12月 黃春敏的白果樹紅磚屋 遭議員質疑免繳租金引發爭議 但為了讓宜蘭當地居民 有個宜蘭空間 決定重新再出發 兩個禮拜就是跑宜蘭 常跑宜蘭 就是看大家準備的工作怎麼樣 現在他聲音也沒有 咳嗽很厲害 那麼又暈眩 黃春敏的妻子透露 這段期間丈夫過度勞累 還得了重感冒 所以抱病無法出席 而宜蘭空間珍貴 宜蘭人士的堅持 希望讓文化藝術可以向下雜根 記者林醫生 楊文欣 宜蘭報導 4月1日裡 worden超氣 不足 車 農 一 Mr 保 cooking 感谢观看